但是他如果來自一人 他覺得台商不是問題 沒有說台商不行 問題是台氣聯 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跟你講還有更大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講台氣聯 這個林荣德 你上次去查 他的學歷政大EMBA 這個異業 然後前一個學歷 叫美國西太平洋大學 西太平洋大學 是網路上非常著名的 它的英文名字叫Diploma Mail 就是你根本不符合美國相關認證單位 完全不Qualify 你去查查 這個中國大陸的網站 你裡面會直接看到說 西太平洋大學是野機大學嗎 底下說是 因為連中國外交部的國際認證裡面 都沒有這所大學 所以坦白講 我覺得不是一千三百萬的問題 第一個 你的學歷如果是野機大學 我建議就不要掛 我也建議國民黨可以直接講說 不要把西太平洋大學寫上去 因為就更想 好 那第二個 台氣聯的問題就是 台氣聯其實直通中國高層 那講白了 這幾天綠營的側翼直接挖出來 他說這個林隆德為什麼我沒有聽過 讓我教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直接抓出一個握手的照片 跟他握手的人是胡錦濤 那光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 不是我們要黑你 或是不是我們要酸你 而是你就再已經被人家質疑紅紅了 吳思懷怎麼不退 是不是跟國台辦有什麼協議 你到底怎麼搞 怎麼選成這樣子的時候 就選林隆德出來當代理主席 不是 我想請教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的學恒哥 那你認為剩下的那幾位 哪一位比較適合 沒有 我不用講 所以就是六個禮拜 所以就是六個禮拜 他又怕過渡王 因此你選一個 既是假學歷 又是台系列的人 國民黨不要在乎社會觀感 不是 我想要這個問題 六個禮拜他是看守過渡期 現在重點是 他們當然不管在中共 或哪一個地方 他做的生意很成功 所以之前當然有可能 你說包括胡錦濤任何人 有可能見到面 但問題是因為這六個禮拜 不是只是見面 不是只是見面 我真的忍不住要插句話 我只問一個問題 在台系列 不管你是要擔任會長 副會長 或者你裡面的任何的幹部職稱 要不要國台辦點頭 要 那只要你今天在台系列 要擔任職務是必須 國台辦點頭 那這個人就是不失人 就這麼簡單 台系列的張誠是維護國家 那不管你是六個禮拜 還是六個月 還是六天都不行 可是有一個重點 你為了錢 你跟著去叫郭台銘去求他好了 現在還有一個重點 他要當這六個禮拜的條件 如果你是為了錢 你們為了錢去叫郭台銘嗎 郭台銘你五花大叫 六個禮拜有一個重點 他不會選接下來的中常委 你確定不會選 才有這個來的 我不管 他選不選 所以接下來 如果大家有議會 接下來就不會有問題了 輪落到選一個黨主席 只為了籌一千三百萬 我說他有可能 如果籌不出來的時候 他有可能要補 如果黨能夠籌得出來 當然用不到他 沒有 我只是補充一下 讓我們回去看 但是我覺得你們就用八人大叫 去扛郭台銘 那別說一千三百萬 一億三千萬都沒問題 歷史上會寫下來 中國國民黨曾經找一個 台氣聯的會長 來當代理主席 這個東西很恐怖 當時留民 國異還有兩個點 第一個 台氣聯的章誠 是維護國家統一 這個可能就會有 反滲透法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台氣聯的這個上級單位 其實就是國台辦 那大家就會合理的這個推論 那如果說國台辦 可以直接指揮台氣聯 那現在台氣聯 這個林榮德 還是台氣聯的顧問 那你們未來 國民黨是不是也要 受到這個國台辦的指揮 而且將來這錢 我們還擔心 到底從哪籌來的 所以就反滲透法的問題 這就反滲透法 萬一那個錢 不是他口袋拿出來 不是找正規管道去借來籌來的 那萬一是紅色的錢 沒有道理的原因 你怎麼知道他錢 到底是怎麼來的 他如果是正常賺來的 他可不可以來做捐助 沒有辦法可以證明 所以 問題是 現在反滲透法 沒有辦法證明這一點 反滲透法 當然要證明這一點才能辦 那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我是說 你們選出這樣的黨主席 這個符合社會 我跟你講好了 符合社會對改革的期望 國民黨作為大敗 除了當然說總統的問題之外 我們的整個黨的體系 包括中場會 是不是大問題 當然是大問題 所以在下個禮拜三 中場會的時候 就會來討論 所以你選他做黨主席的目的 只是為了讓他不要進中場會 當然也不是 但是我們一個條件 當然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然 因為他們有這個設限 因為他們有設限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來做 這六個禮拜的臨時黨主席 就不能夠選 我們不管他將來選什麼 反正他做這六個禮拜 就是黨主席 其實這是國民黨 長期的結構問題 我跟你講一個黨 要有他的黨魂 你這個黨是不是 要是不對的事 一天都不能做 因為 有民意 我要擺明一個 講一個重點 當時就是所有的 我們現在的中常委 能夠有地方民意的 都已經辭職了 如果你說旅學長這樣做 我說實在 旅學長也蠻有錢的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國民黨每個月要3700萬 是 政黨補助款 這一次的每年是2.3億 等於就說 花半年就花掉了 所以黨主席就過去 吳敦義幹的事情 他要為一個月要3700萬 發愁 所以剛剛博裕講 他們是現實的困境在這裡 可是剛剛阿關講說 國民黨你黨魂哪裡去 你還有沒有黨革 這個總統候選人進中聯辦 吳思懷唱解放軍進行 人家在唱他在下面 還起立 然後還聽訊 聽習近平信 結果中常委裡面 就窩藏了一個台七聯的 這個關鍵實票 推出來當黨主席 為了這六個禮拜 因為博弈的意思我們聽得懂 可是你為了這個六個禮拜 你英小失大 你們這個是連莊 是不是又是打麻將 而且現在全台灣老百姓 都在看國民黨怎麼改 我要講的就是說 還有中常委黨主席 是這樣子產生的 那我要講 那些老的小的中的那些紅衛兵 當你們把吳敦毅 這樣子臨辭讓他下來了 就是我的意思 我看他很不忍 因為他最近身體有點狀況 年紀也大了 而且過去至少是一個 有智慧蔣經國晚年 那時候起來了一個 算是絕青 那這樣一個下台的聲音 他其實是什麼 打電話給馬英九 去看馬英九 他昨天也打電話給王津平 王津平跟他講說 過去就是過去了 過去過去 他叫他注意身體 那部分區立委也是這樣來的 你知道部分區立委 我不是說所有都是這樣 裡面就是說 有一個部分區立委 我就過癮其名 因為這個以後還是會爆開來 因為有些人拿到資料 其中有一個部分區立委 他的父親給國民黨出了一個月 就是應急 他拿出一個月 一個月就像我剛剛講是 3千7百萬 他應付了一個月 他就不願意再付了 結果後來沒辦法渡過去 你知道花蓮的黨工已經 發不出薪水了 好像有五個月了 已經沒有辦法拿到薪水了 因為他們裁掉了一半以上了 但是以現在來講還是花蓮的黨工 拿不到薪水 人家要養家活口 人家繳貸款的 好 那一個月應付都應付不了了 結果後來怎麼辦 他又不願意再付了 這個吳主席就說 那你女兒來不分區 他就多付了 他就多拿出幾個月了 所以清朝要滅王前賣官不是一樣嗎 可是我跟你講 我說那些自認為改革派 你們把吳敦義幹下去了以後 你們自己有沒有持家的本領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每天上節目高高在上 我不會也不是講你 我講說 那個其實好像每個人 好像改革派都一定要上電視 然後站在美光燈前 然後我們就是改革派 我們就是開槍 我們第一槍就把吳敦義幹掉 幾天就把一個吳敦義就把它弄走了 你知道那個快速 好 下面要打算對準另外一個人 要再開槍 因為他們在鬥嘛 對不對 那下面要準備對準誰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又談到謝金河 謝金河找開第一槍的 推薦第一槍的那個羅志強 那你來幹黨主席 你們不說年輕人沒機會嗎 不然的話 派系的紅派的少主 江啟臣也是慢慢成熟了 那你來看看 你們這青年有為嗎 有地方民意基礎對不對 不要朱立倫了 也不要吳敦義了 他們都已經passe了 讓他們下去 那由你們來幹 但是 立刻說不用 我們不要 就是說 你柴米有人將處查的 這個是 那我們講說這家最基本的 你要養家活口 你要養小孩 你要養黨公 對不對 你們要運作 如果連最基本的 大家都覺得 我們高高在上 這個我們不沾 我們不談 我說實在的 你們國民黨 現在希望窮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 他們在地方那個黨工 連婚傷喜氣 喜慶都沒辦法去跑 因為黨工 沒辦法包紅包 那你這樣子 我們在地的 說實在的 彭先生你就了解了 就是說 就看到其他的黨派的 他們也去跑婚傷喜氣 他黨工在地方想要扎根 想要幫幫忙未來的這個選舉 他出不了門 他沒有辦法去那個婚傷喜氣 連包個小的都沒辦法 那黨工混哪裡 結果就看到 其他的政黨 尤其是民進黨 他們那個組織 包括宗教 社團 包括那種 他們大舉就進軍 那民進黨也很窮啊 民進黨他們怎麼做的啊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光嘴巴講 耍狠 然後把人家幹掉 然後幹掉 然後咧 你們國民黨要上軌道 你們國民黨要繼續往前走 就先處理財民 有人這樣做什麼 剛剛博弈覺得那個例子很好 你知道林榮德 如果按照派系屬性 他也是吳敦義的人嘛 為什麼你們幹掉吳敦義 你們接受他的代理人 大家心照不宣吧 為了錢 你們不要高高再上 那林榮德就倒了沒 雖然他有那個背景 我說實在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的宿命 那你們有本事的 改革派 你出來接洋 來救王屠存啊 不是嗎 而且據說林榮德 花錢是很阿沙利的 對 因為就是 因為大家其實 他真的是名不見經傳 大家今天都政治圈 就說他到底是誰 他是誰 原來他在財經界算滿有名 因為他是冠軍磁磚的 而且他29歲就接班了 那就這個媒體的形容 就是說林榮德 他因為小時候就不愛讀書 他其實智商超高的 柯P如果157的話 他的智商是161 那為什麼 他就是說不好好讀書 就是因為 他很喜歡打抱不平 我經常對智商這件事 有一點小小的意見 真的啊 各個機構測出來數字不一樣 你用哪一個機構測 我也測過16幾啊 但是至少就是看起來他就是這個 但我也測過13幾的 你13幾 我的意思就是我只是說這個都不是重點 對啦 他就是一個狹義心腸 從小就狹義心腸 喜歡打抱不平 所以為什麼他的高中念了五間 後來爸爸覺得他不行 就直接讓他去接班 然後就從工人開始一路做 所以他29歲就非常年輕 那他的這個外界形容他 就是說他是一個怪俠 用一個俠來形容他 就是說如果當時有人來跟他借錢 他借錢是5000萬起跳 如果說有人說不好意思我要來投資 然後就找林東德 他就很阿薩利 就撥款撥款撥款 因為當時冠軍磁磚 從市占率 說實在他經營企業確實有一套 當時他接手的時候 冠軍磁磚在市占率是台灣是第八 他接手之後就馬上飆到 就立刻就飆到第一 所以代表說他經營企業是有一套的 那所以他就 但是他就是太阿薩利了 就大家來跟他借錢借錢借錢 那所以你有多少個5000萬可以這樣借 那其實致命的一級是1998年 大家還記得那個侯熙峰的那個國洋事件嗎 國洋跳票對 國洋掏空 那他當時其實借最多就是那個侯熙峰 他把這個錢都借給他了 那所以他也連帶的受到這個 國洋跳票的一個影響 那變成說那再加上 那時候當時整個亞洲金融風暴 那整個不景氣 那台灣的房地產也不好 那你也知道他是做這個磁磚起家的 那如果房地產不好的話 就沒有人要買磁磚嘛 連帶受到影響 所以包括國洋企業的這個 侯熙峰的風波借錢太多 然後整個亞洲金融風暴 那加上他自己的本業也不景氣 所以他整個錢就被卡住了 可是看起來這幾年了 他有慢慢再爬回來 所以他現在為什麼說 他願意出來拯救國民黨 因為事實上2016年他已經領表了 當時國民黨也是大敗 他2016年已經去領表 他就是想要 他有一下懸掛 沒有後來在最後一刻 就跟郭台銘一樣 就媽媽又出來了 媽媽極力阻擋 所以他後來就打笑念頭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2016年他就有心要參選黨主席 那這一次其實 我有問過這個藍軍的 他真的出來 其實就是錢 但是這還是錢 因為只有他 他阿沙里就是別人跟他借錢 我重要講 大家對我們的責難 包括說有沒有黨朋友 我們都接受 可是我要跟剛剛關群姐講了 生活現實是要顧的 就是沒有辦法 包括像蔡英文敗選的時候 蔡英文也是因為有錢 他能夠度過很多的難關 那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真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對岸的阿顧哪一些錢給你們 可是那是不一樣的 政黨的生存跟國家的尊嚴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還是一樣 如果對方對我們有任何不利的 我們一定全力反擊 不過我最後還是幫國民黨講一下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要檢討 這個林隆德是大陸交流 可能有紅筒背景 其實你國民黨的中常委 你找不到幾個沒有去對岸投資的 對 這個我覺得中常委自己的結構問題 大家對冠軍瓷磚如果沒有印象 我們來看一段廣告 你就會想起來到底 冠軍瓷磚是哪家公司 而林隆德就是冠軍瓷磚的老闆 我相信那個大象採過瓷磚的那一段 大印象相較 我們可能不記得他是冠軍瓷磚 但我看到這個廣告就想想 原來就是這家公司 所以林隆德是誰呢 在今天很多人在問 他就是冠軍瓷磚的老闆 也是過去台氣連的重要幹部 那現在是不是還擔任顧問 據說還是 好 不過我們回來講黨主席 未來的黨主席之爭 誰最有機會 誰最有贏面 來 我們請林老師幫我們來看一下面相 面相 我們輕鬆一點 好 來 誰有機會 當然吳敦英是沒有機會 但是連吳敦英的面相也看一下 吳派有沒有機會好不好 我們要講吳派 我們看唐國瑜 他有這個犀牛骨 這個犀牛骨 跟蒋中正一樣 他有得到犀牛骨 這個叫伏羲骨 就是有的更厲害 安全帽戴不上去 你就要頂在上面 所以這個有伏羲骨 就是他等於是人的天線 就是說我很聰明 這是從上面可以接收到訊息 那蒋中正是眼神 這是炯炯有神 他因為可能睡眠不夠 所以他的神不太 就是沒辦法鋸 像這樣眼神是鋸的 就是他會有 當長官會有威 他不是兇 他是威 那基本上鼻子 我們把它算OK 可是他有一個這個法令文 斷掉以後再接 斷掉再接 通常法令文到這個月寬 這個旁邊 能夠接下來是第一流的 那如果你沒辦法接下來 就中間會有斷訊 我們看老蔣他其實他 法令文是這樣接 所以他中間有一段苦難 就是說在權力 法令就代表我這個行使權力 所以他跟中共的那一段 就等於斷掉了那個系統 在現在我們地格的嘴型 要有鈴有角 就是說線條要清楚 可惜韓國瑜這個嘴失分了 所以他只能到 失分喔 對 就是他只能頂多 我們叫九五之聲就飛龍在天 就是一個領導者 那基本上他的嘴型 變成了減一分 是九四 就頂多當到部長或縣長 市長 這種都已經是他的top 那基本上呢 我們從這個臉相來看的話 就最可惜就是他嘴失分 那黨主席有機會嗎 他黨主席有機會嗎 他黨主席已經沒機會 他已經走到 走到下半身是越 等於前面我是還OK 可是到嘴這個位置 就是晚年 所以黨主席沒機會 所以他最好不要接 因為其實他身體 是會有問題的 就是說嘴型到了晚年的時候 其實韓國瑜也有貢獻 就是如果他被罷免 他是中國這個 台灣民主以來就是警告 所有的市長不要亂做 亂做會被罷免 這是他的功德 就是說 所以當然就是說他 法令文也不漂亮 好 我們等會來看朱立文 不過來 薛航 但是拱韓派 或者是他那些韓粉 仍然不放棄 因為最近據說找了很多人入黨 過去他從去年11月12月 其實就有萬人入黨 這個萬人入黨 還 我跟你講 我聽他們說 他還說這個 很多人一交是交幾萬塊的黨費 終身黨費他都交 因為他說一定要挺韓國瑜 而且請各位注意一個小小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選後 韓國瑜沒有散盡60年功力 就是告訴大家韓粉說 我們可以回家了 大家解散了 這一次我們真的輸了 不要再計較 不要再跟人家到處罵來罵去 其實坦白講他沒有 他最多就是一個敗選聲明 跟人家說了 可是他沒有說大家可以回家了 這些韓粉還沒有解散 所以這個力量一直在那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朱立倫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朱立倫 朱立倫面相也請 因為最近朱立倫的青年軍很積極 所以請老師也幫我們來看一下朱立倫 朱立倫其實你看他的頭髮 其實是凸起來的 其實他有呼吸骨 只是他沒有剃掉 你們兩個都不能戴安全帽 這個位置是有呼吸骨 就是犀牛骨 朱立倫的法律文已經過了嘴 過了嘴角 過了嘴角 就要小心他有領導者的這個基本條件 而且他的這個這個 笑起來會有酒窩 也就是這個有酒窩會再 會給很多加分 酒窩會加分啊 對 當然會加分 他是一個柔的 就是說他會用柔力 他不是用鋼力 因為有九窩他的擅長是可以用柔力 所以當然他這個項呢 雖然有基本的九五 也要看後面靠山 國民黨能不能真的改革 那黨主席有機會嗎 黨主席的話他是非常適應 因為前後就是一個黨在改革的時候 大佬前面的可能 還有一些權力在手裡面 會有影響力 那年輕的可能就像光琴說 要去送錢 就算韓國瑜他會不會想清楚 他也要去送錢 所以那他剛好是在橋樑 就是介於大佬跟年輕人之間 而且他還沒有到很紅化 還沒有變成紅飄米酒 所以這個 還沒那麼紅 沒那麼紅 所以他還有機會 就在兩邊會瞧一條路子 談完了國民黨百年老店的茶壺內風暴之後 緊接著談的是 長榮家族茶壺內的風暴 我們看到在今天各大版 通通看到全版的廣告 談到的是 長榮二子張國民在今天還開了記者會控訴 進不去張榮發基金會 基金會也發了3000次聲明 曾經說 絕非事實 所以現在羅生們各說各話 親兄弟之爭 張榮發基金是拿下長榮集團 經營權的金鑰 所以張榮發基金是關鍵 另外有三支影片 首度曝光 長榮二董張國民怒吼 衝突阻擋現場還原 這個階段參與討論的 我們邀請到的是 資源媒體人蔡玉珍 大家好 邀請到律師吳祝春 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以及參與專家賴先生憲哥 歡迎 歐盟頭部總監蔡明昭 大家好 以及軍事專家石小偉 大家好 我們趕快來看 到底今天記者會現場說了什麼 中德美女士卻在這時候提出要修改章程 而且內容是增加職務屆滿或可無限延長的條款 那麼如此一來是否中德美女士就可以做萬年董事長了呢 其實我們只是做一個法律的提供一些資訊 那這樣的資訊為什麼不讓我們上去 因為1月8號當天不是第一次 在之前也是說不可以帶律師上去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帶律師 我們不行 其實改選以後 絕不涉入長榮集團的經營權 再次再次聲明 任何財團法人基金會 所持有的股票 都不應該涉入 企業的經營權之爭 好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六大報 都登了全版廣告 對其實這就是 張榮發過世之後我們看到 總資產4000億的整個長榮集團 陷入了一個 被一個老陳掌控 而且呢現在是 被哪個老陳掌控 其實呢真正的就是大家講的那個002的柯立青 002的柯立青 對他才是幕後的主角 那今天呢為什麼 這個二董 就是老二張國民他會很怒吼的控訴說 連我父親設立的基金會都不讓我進去這像什麼話喔 他講的是哪一次不讓他進去 所以其實呢 他講了 現在總共我們看一下他登廣告是說教育部呢已經有就是要召開這個張榮發基金會有七次的這個董事會要換都沒有換 那甚至呢在最後 就是那個基金會呢 董事長 那這個基金會就是張榮發基金會跟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這是兩個基金會 這兩個基金會就是掌控了整個最大的就是長榮國際的磁股 那長榮國際就等於是長榮集團的控股公司 好 所以今天張國民出來控訴 他沒有辦法進基金會去參與改選 對 那基金會該改選了嗎 我問一下他的律師 基金會該改選了嗎 因為剛剛日正也說基金會是控制整個長榮集團 等於就像長榮醫院控制台肅集團 所以張榮發基金會 張榮發文教基金會 慈善跟文教就控制著長榮集團 是的 張榮發基金會 我們一般把它稱為張榮發文教基金會 因為他主要是在做文教 文化事業 那麼他是在107年12月17號就任期屆滿 所以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所以一年前就應該要改選了 在107年12月17號就應該要改選 好 那剛剛玉珍說 玉珍說發了這麼多函 這是誰發的函 教育部創部創部 好 再一步放了這麼多還要求改選 為什麼不改選 為什麼不改選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董事長鍾德梅女士 她利用各種方法 那可能 要不就是不開會 要不就是開了會以後 但是人數不足 那為什麼人數不足 可能是說利用一些技術性的方法 比如說 比如說他規定了 他要用他自己設計的委託書 才可以進場 比如說 關於選舉的選票 他必須用他自己特製的 就基金會特製的選票 一定要使用他們專用的委託書 及選票 那麼我們就知道說 關於這個委託書 其實有時候在認定上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模糊的空間 再加上說 說因為鍾德梅女士 他們在基金會裡面 其實有委託一名 這個國內非常知名的 專門打經營權的一個律師 那當然我們也大致了解 她的一些手法 因此我們也會希望要求說 當張國明先去開會的時候 去開董事會的時候 希望也能夠有律師 一起來陪同進去 但是屢屢遭到阻擋 好 說因為呢 帶的人不是董事 所以不能進去 是 律師進不去 律師進不去 那用的委託書呢 也不是他們設定委託書 也不能用 是的 選票也不行 一定要用他們的格式 一定要用他們的選票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說到了要改選 就是那個議題 要到了要改選的時候 這個董事長鍾德梅竟然說 我們今天會議到此 他後面改選就不用了 所以竟然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 這麼難看的地步 好 所以我們讓觀眾朋友搞清楚 現在分兩派嘛 對 都是同母 同父 同房的三兄弟 現在竟然決裂成 哥哥派跟弟弟派 對 這個關鍵的角色在老陳克利欽身上 其實大家 你剛剛說的002嗎 對002 就是大家現在才看到說 本來這個小K張國偉 現在大家都注意到他的新宇航空對不對 其實呢 在2016年 就是張榮發先生過世之後 他是先被踢出去 然後呢 就是在他飛到新加坡的時候 他的這個基金會的法人董事的資格 就被拿掉了 拿掉了之後呢 哇 有很多 因為本來他是叫做遺囑執行人 結果他呢 這位遺囑執行人就帶頭 帶頭就先清理 就是一面清理掉這個K董 然後一面呢 就把很多的老陳都清掉 包括張榮發的 子子 張榮發的這個 大訪林金茲的弟弟叫林榮華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跑到陽明海運的限制間 就是說他先清理很多 本來在張榮發在的時候 很多重要的老陳 那再來把K董清掉 那清掉之後呢 但他不是當初張榮發 百般脫孤的顧命大臣嗎 對 他其實該顧命大臣是該把這個 比如說張國偉要給他交棒 那你這個顧命大臣 你跟其他所有的遺囑執行人 你就應該好好的執行這個工作 結果他是分兩階段 分兩階段 第一段先把小K弄走 然後第二階段呢 再來結合哥哥 然後呢來對付兩個弟弟 也就是說 他竟然可以零此鼓的情況之下呢 他這位管家 這位顧命大臣 現在管家變當家 而這位當家的人竟然是結合一位 本來只是張榮發秘書的 宗德美 那宗德美呢 他怎麼竄出來的 因為張榮發先生過世之後呢 本來是克力欽說 這個長榮國際就是這個 金基姆的控股公司 我來當 結果三個 就是老大老二 懶三說不行 那結果老二張國民就說 那就讓執行長宗德美來接好了 他只是一個雜誌 就是長榮裡面的道德雜誌的編輯 一個小編輯兼張榮發的秘書 那張國民提拔他 提拔他之後呢 沒想到 這樣國民提拔他 對 提拔他 然後還選票是不是在老大這邊 對 他現在 他現在是完全聽從柯立欽的 也就是說 本來柯立欽要當董事長 那沒當成 因為三個兄弟反對 結果呢 那老二就推薦了中德美 還給他股票 對他這麼好 結果呢 他竟然被柯立欽 直接在背後掌控 然後由他來擔任這兩個 能夠掌控長榮集團底下的文教基金會 跟慈善基金會的董事長 然後呢 這兩個基金會加起來 大概有33.86% 然後再加上哥哥的18% 就過半就整個掌控了 弟弟派的老二老三的持股 所以我們看一下 後面的股權大家就會非常清楚 所以中德美倒戈了 倒戈了 而且呢 這個倒戈的情況是 剛剛我講的很多會議開不成 主要的關鍵都在他濫權不開會 然後一直拖一直拖 1月17號是教育部給的最終的底線 他還是不開 或是在1月8號的時候一開 然後又開不成了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 長榮國際 他才是真正長榮集團底下 包括海運 包括航空 包括什麼長榮鋼鐵飯店 所有的控股公司就是這一家 那這一家呢就是 張榮發基金會28.86% 慈善基金會5% 所以加起來是33.86對不對 老大 老二 老三各18% 那這個張國偉 其實這個28%裡頭 還有當年愛美人不愛江山的 張國偉捐出去10%就在這邊 然後另外還有誰 另外還有就是 張淑華過世的時候的18%也在這邊 所以本來這就是一個公益的 本來就是一個大家 所謂的公益的基金會 所以你看現在 竟然給這個兩個基金會的負責的人 叫做中德美 中德美的背後是柯立欽 然後由柯立欽來主導這個整個長榮國際 所以你知道嗎 他愛用誰就用誰 愛換誰就換誰 老陳換掉了 然後現在長榮鋼鐵裡頭 包括長榮鋼鐵的董事長 今天有開記者會的人叫李寬亮 你不聽話我就把你幹掉 我就把你換掉 然後本來長榮旅遊的這個 今天也開記者會叫吳景明換掉 所以現在是只有中德美最乖 你都聽我的話 所以你就乖乖的 在這兩個基金會幫我顧好 簡單來說就是張榮芳基金會 以及張榮芳慈善基金會 文教跟慈善控股了長榮國際 而長榮共際控股了長榮集團 所以這兩大基金會的斗上 是誰就很重要了 那屢屢升風波的 也是基金會的改選問題 那剛剛律師說 其實一年多前就應該改選 延宕一年 原因就是 您剛剛說的說法是 中德美用各種方法 技術性杯葛讓這個會開不成 所以在今天張國明出來控訴說 連他都進不去基金會 他指的是哪一次 進不去基金會 其實是這三次基金會 這三次都進不去 我們如果先來 但是他是董事能夠不讓他進去嗎 首先我們可以來先看一下 這個107年12月11號 那一次的開會地點是設在12樓 但是電梯只能到10樓 因為開會地點是在長榮大樓內部 所以電梯是可以由長榮集團來控制的 好 這是在今天才獨家曝光的影片 對 規矩從來沒有曝光過 可不可以問一下律師 他這個影片講的是 這是在開會的 開董事會之前 直接已經到了 然後我們要準備上去開會 然後這時候發現電梯沒有辦法 電梯只能再到10樓 那這個是會議室的門口嗎 那我們其實爬了樓梯到 現在是在12樓的會議室的門口 那這時候張國明到了嗎 到了 張國明在旁邊那一位 那位就張國明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在門口呢 但是這個門沒有辦法開 裡面是把它鎖起來的 就不讓進去 可是可以這樣子嗎 他是董事 但是您看到我們都在現場 直接講說我們張國明董事要進去開會 但是就不得其 所以張國明才會說 這是我爸爸成立的基金會 儘管現在不是我們當董事長 是中德美 可是中德美是我提拔的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為什麼我們在影片裡頭看到 張國明我們卻不認識張國明的原因 是因為他過去非常的低調 他幾乎從來不在媒體前曝光 過去我們也一直認為 對長榮集團他並沒有太強的 經營企圖 但今天竟然連他都出來控訴 他過去曾經被綁架過 1989年的11月17號的8點多 張國明他從公司下班 因為他那時候在公司有職務 他每天都作息都非常正常 結果當天晚上 就被擄走 擄走以後三個多小時 公司就接到一個恐嚇函 恐嚇函不是用手寫的 也不是用打字的 是撿報紙 因為那時候才民國其實幾年 就撿報紙 他第一個 我們會保證人質的安全 不想傷害他 第二個你準備五千萬的現金 第三個不准報警 也不准跟蹤 就這樣 這麼簡單 當然張國華一接到以後 他非常緊張 自己的愛子被綁票了 而且那時候很少有綁票的案件 他當然馬上就聯絡莊亨戴 那時候的警政署長 那警方也非常的配合 第二天 18號完全報紙都沒有報導 但是第三天 因為警政署在案中 跟蹤的過程裡面發現 一定是來信通過幾年 結果就抓到一個離職沒多久的 叫做王仕傑 王仕傑曾經當他們的保全人員 然後又發現了 從王仕傑裡面找到了以後 他起出了一千七百萬 他分到的錢 因為五千萬 三個人分 又找到了一個反共議士 馬曉彬 又找到一個唐榮 唐榮這個人就是越南的 越南來台灣的 結果這個案子就破了 破了以後 當然對張文化來講 非常的感恩這個莊亨戴 所以後來 莊就自己成立一個莊亨保全 就請莊亨戴退休以後 來當董事長 而且常常招待他們全家 到國外去旅遊 做他的專機 所以張文化這個人真壞情 你對他有恩的話 他會加倍奉還 好 也因為這集綁架事件 所以張國民一直都非常低調 外界也從來沒有看到 他為了搶奪金融權 做出任何積極的動作 這是第一次我在媒體前 看到他竟然出來開記者會 所以12月11號那一天 我相信對他而言 應該是非常大的衝擊 他站在門口卻進不去 是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還要從十樓爬到十二樓 對一個行動不太方便的 我們認為這樣子 其實真的是令人很難過 那一天是有要進行改選的 那一天就是進行 因為12月17號是任期屆 所以那一天本來是要進行改選的 一個程序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為何原因 就是不讓我們進去 不過當然從事後我們的瞭解 可能是他們還沒有掌握到 足夠的票數 對 不過我要澄清一下的是 他不是出來搶奪金融權 是我爸爸成立的基金會 我只是要去開會 都不讓我去開 因為有一個零磁骨的老陳 要掌控整個基金會 我是說張國民從來沒有過 搶經營權或爭奪經營權的動作 過去一直都是非常低調的 那今天會出來開記者會控訴 我相信那一天站在門口 卻沒有辦法進去 爸爸創的基金會 我想在心理上 對他造成非常大的傷害跟衝擊 我想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 是不是就是談到了 剛剛所談到的老陳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基金會 目前是由老陳包括顆粒金 以及中德美在把持 而在他們把持之下 是不是讓老二跟老三 其實對整個公司的狀況都如同 他們就像是外人一樣 是的 其實這個 老二老三當然在目前 雖然這個有掛名董事 不過其實這個 講的話都不會被 都沒有用 那都是完全由柯麗金 以及他們所屬的這一群人來掌控 包括目前長榮國際 有五席董事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有掌握三席董事 所以所有的 所有的決策 都是他們三個人說了算 即便是可能這個 另外兩席董事 都有不同的意見 也不會被裁認 包括長榮國際公司 最近一再的一直在處分一些 轉投資的公司的股票 那麼其他兩位董事 當然就是雖然是少數 但提出很多意見 但是都是沒有辦法被 沒有辦法被接受 就是強行通過 好 來 那我們看到 阻擋三次 另外一次是在108年的9月26號 還有一次在109年的1月8號 這是幾天前 那這三次 他們不讓張國民進去的理由 都是因為他帶了律師嗎 是 那不管是9月26號 以及1月8號 其實他們所持的理由就是說 陳如各位可以看畫面 這個說律師不是董事 不可以進去 不過呢 因為 陳律師不是董事不能進去 這是有歸鄉的嗎 有規定的嗎 沒有 並沒有這樣規定 但而且呢 這個中德美女士 他們在美式開會的時候 有國內知名的那個 爭奪經營權的名律師 都在現場 他講的就是陳錦璇 每次做為柯利欽幕後的智囊 陳錦璇每次都會在那裡幫槍 然後做後盾 但是其他的律師不准進去 所以在這兩次 包括9月26號以及1月8號 都是因為 我們因為有之前的這樣的經驗 我們認為說 張國民董事也會認為說 他為了維護他權益上的必要 他需要律師可以即時來諮詢 否則他怕他權益上會受損 但是顯然這個 鍾前美這邊指派的機會就是說 非董事律師就是不能進來 因為是文教基金會歸教育部管 那教育部不管管嗎 教育部其實已經管了 他已經發了非常多事 至少印象中七八四有了 但是教育部管的方法是說 你們一定要趕快開會 趕快選舉 但如果他就是不開會不選舉 教育部也拿他沒皮條嗎 教育部沒有辦法 成立一個臨時董事會嗎 就法律上來講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通常我們的主管機關 有時候實際是還是希望說 民間的東西能夠自治 但是已經七次了 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出來召開 這個記者會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實在拖太久了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 成立上去我們也呼籲 教育部能夠儘快依法來 終結這樣子的一個亂選 你們不能請教育部派員列席 還是說請教育部派員指導 讓有一個公證人在那邊 至少他的律師也不會怎樣 他既然可以帶律師 我們也不能帶律師 這個中間你就不公平了 曾經在去年的大概五月份 確實有一次教育部有派員 立臨現場 所以當次全部的董事都有出席 並且也進行改選 結果所有人都是7票 兩邊一樣 兩邊一樣 因為沒有辦法過半數 所以都沒有辦法當選 如果現在再重選一次 會不會又是這種狀況 因為據說基金會是15票 然後有一票是張國偉 張國偉因為已經辭職了 對 他辭職了 所以是不是目前的狀況 仍然是7比7 目前的狀況就是14個人 理論上當然是7 目前看起來是7比7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才會呼籲說 可能主管機關能夠儘速 能夠把這樣子的亂象就中間 因為其實真的已經做過一次 在去年做過這樣的一次 既然沒有辦法選出來 其實我們也是認為說 這個財產法人基金會 就是公益性質 我們沒有要據為張國明所有 一切可以由公正的第三人來接管 都沒有關係 你們寧願被接管 我們不能講寧願 因為我們認為說 其實找一個閒人 或閒打之人 社會閒打 其實中立的 他們來做這個 來接管這個基金會 繼續從事公益 那不要來涉入經營權的紛爭 這是我們的想法 好 所以 是不是能夠讓公益歸公益 經營歸經營 我們來看 當然我們也要 好 我們也要針對這起事件 長榮的說法 也讓觀眾朋友了解 好 來 這是張榮發基金會 針對今天張國明開記者會 而且刊登報紙的內容 做出了說明 好 張榮發基金會 他們怎麼說 他說董事任期13年 沒有違法修章 吳錦明 李寬亮 指中德美是為張榮發基金會的 萬年董事長子虛烏有 這是他們的說明 二 他們說張榮發基金會董事長 中德美從未以任何方式 阻擋董事開會 好 第三點 他說張榮發基金會的董事長 中德美經法院判決 是合法行使基金會持股的股東權 並沒有違法涉入經營權 四 他們的說法是 本會因為特定董事之杯葛 致使尚未完成改選 因為多次會議 均未達特別決議 三分之二之出席門檻 所以依法向教育部申請許可 以普通決議改選 好 我們來看第五點 他說本會自設立以來 就受主管機關的監督從事公益事業 雖遭逢部分董事杯葛 以致迟未完成董事改選 仍然期待主管機關禁訴的許可 本會普通決議之申請 齊心同力實踐維護公益之使命 好 這是基金會的說明 我們同時讓觀眾朋友了解 基金會的說法 好 我們不知道這個朝湖內的風暴 這個豪門恩怨 什麼時候能夠劃下休止符 但我們仍然是希望主管機關 特別是教育部 既然身為主管機關 紛紛繞了這麼長的時間 教育部真的應該要積極跳下來管一管了 好 我們緊接著帶您來關心的則是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因為太厲害也會左右為難 你如果說沒那麼厲害 可能還沒有這個困境 現在因為台積電太優秀太厲害了 對 也要台積電 美國也要台積電 而且美國施壓的壓力越來越強 我們來看台積電因為太關鍵了 美國加大力道 要求去美國設晶圓廠生產 對啊 這太厲害 煩惱 現在台積電一個頭兩個大 聽說美國下最後通碟 那傳出美國要求台積電 在今年美國大選11月之前 到美國設廠生產軍用的晶片 也不是空穴來風 美國出以國安的考量 萬一台海發生什麼危機的話 哇 美軍的戰機生產的機片 結果被鎖在台灣 哇 這個事情大雕 所以商務部代理助理的部長史憶恩 去年12月份 台灣的大選之前來到台灣 私下會見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跟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就是談這個 但是現在到目前台積電官方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從來不排除到美國設廠 或者收購半導體製造公司 但是目前沒有規劃 好像第一句話是講給美國聽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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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話講給大陸聽的 我現在還沒有動作 哎 真的是左右為難啊 好 但美國為什麼老美非要台積電不可 據說美國的軍武裡面 有非常多的中國製的零件 他們現在希望能夠去中化 對啊 美軍最大的罩門 就軍武的原件 居然是Made in China 比如說呢 它有一個固體火箭的這個花動機 裡面有一個材質 美國沒有供應商 就去找比利時的西方化學 後來2016年 美國公安報警告 這裡面最源頭的材料 居然來自於中國 你假如被植入了這個病毒 那這個解放軍就可以監控美軍 甚至癱瘓美軍 再來講一個 你覺得很韓國 其實美國本土沒有印刷電路板 那都是在美國海外的生產 英國有一家公司叫Exception PCB 生產F-35戰機裡面的 做導航 燃料 花動機的電路板 但是到了2013年 你知道被誰收購 被大陸的企業收購 這家英國公司被大陸企業收購 對啊 就被大陸深圳新生快捷電路 把它收購 這個新生快捷這家公司 股價還不錯 我告訴你 他也幫解放軍生產這些電路板 你這不就衝突了嗎 再過來你講說 你這個都講一例 你給我講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來講一個實際案例 這不是我講的 2015年的彭博的報導 好 我們來看彭博的報導 小晶片大海客 美國伺服器遭到解放軍 植入了惡意晶片 結果想不到竟然影響到 蘋果跟亞馬遜 所以你說如果美國的軍務裡面 放的是中國晶片 中國有沒有可能 植入惡意晶片 而癱瘓美國的飛彈也好 飛機也好 是有可能的 這個案例是怎麼樣 是在這個伺服器的晶片生產的一個過程 在主機板指入這個晶片 你看 那個比鉛筆芯的那個筆芯還小 米粒的一個晶片 一查一查一查 查到跟這個解放軍有關係 我們來看他今天法書也公佈出來 每一個數字都很亮麗 對啊 你看去年第四季的EPS 4.47 這是單機的歷史新高 但是我們直接看股價 我告訴你 外資應該也都知道他的法書 應該數字都爆表 但是今天外資大幅賣超 賣了2萬4千多張 因為大家擔心 就擔心他 我跟你講 現在他是左右為難 就怕他將來會裡外不是人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外資改一個方向 外資大賣台積電去買旺宏 為什麼 旺宏就是說 中國那個做人工飛機的產能力也不夠 所以一定要跟台灣買 但是台積電的訂單就跑到中心 跑出去了 人家就賣超 跑進來的訂單 人家就買 你看旺宏 今天外資你看大賣 2萬8千多張 大買2萬8千350張 我覺得這個消息影響多大 影響我們的觀眾的荷包 現在最紅的應該是梁夢松們 他有辦法把中國的這個晶片自製的 身價是不是很高 但可惜我們都不是這種人 我們只能找公司來賺點股票錢 你看中芯國際 今天走路有風 在港股掛台的中芯國際又飆了 飆了六拍 就是因為這個消息 對不對 然後大陸還有一家 不得了 今天飆最兇的在創業版的 這個新延維電子 因為它沒有漲田停板的限制 先標20%做光刻機 因為現在聽說老美要出澳門 不准那個艾斯莫的光刻機 賣給那個中芯國際 但是他們現在自主延的話 聽說有做 自己做光刻機 對 但是技術沒有那麼好 但是也可以做 今天這個股價就大標了 為了 有話你 有話你 是